梅克尔在卸任前接受路透社专访 说德国跟大陆如果完全脱钩 有害于德国 梅克尔点出欧盟在量子电脑 人工智慧上都落后大陆 必须要赶快跟上创新 强调欧洲跟大陆应该互相学习 中德关系稳固深厚 梅克尔任内16年 让中国大陆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大陆的经济扩张带动德国经济成长 在上个月13号 一场中德元首视讯峰会上 习近平曾跟梅克尔说 大陆永远欢迎他 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你也即将卸任德国总理 中国人重情重义啊 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德国之声报道 随着梅克尔卸任在即 大陆跟欧美在5G网络和半导体产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 11月初欧盟和美国举行 贸易和科技领域首次会议 重新建立起跨大西洋关系 美国希望透过欧洲来提升 科技产业多边合作 和确保半导体供应 以制衡大陆 拜登上个月在20国集团峰会 宣布欧盟钢履可豁免关税 但根本没有提到具体配额 美国想对欧洲盟友释放力多 但欧洲看清无法单靠美国 还是回头巩固好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大陆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欧盟担心危害 跟大陆关系 推迟跟台湾的双边贸易协定 眼看习拜会美国对中态度放软 欧盟也将重新审视中欧关系 积极争取一场中欧峰会 记者张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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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